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这次疫情 很多行业受到了打击 比如说上次节目我们聊到的餐饮业 其实还有一个行业 受到的打击也很大 就是我们每天都很熟悉的出租车行业 原本咱们知道 每年到春节的时候 我们走亲访友的需要 出租车的生意在春节档期是最火的 很多出租车司机也好 网约车司机也好 人家为了挣这点钱 宁愿春节不休息 多出车多挣钱 相应的也服务了我们需要打车的人 然而这个春节恐怕真是很惨 而且不光春节惨 整个二月份对于很多出租车司机来讲 那真是颗律无收 有的出租车司机过年回家 被困在外地了 回不来了 有的出租车司机 人家也是人 人家也害怕感染 所以不敢出工 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复工 还有一少部分出租车司机 顶着很大的压力 每天在街上游逸 看看能不能找到客人 但是出租车司机是上班了 大街上没有几个行人 咱们整个过年期间 甚至整个二月份期间 我们尽量是能不外出就不外出 对出租车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小的 以至于很多出租车司机抱怨说 在外面跑个一整天才能挣个一二百块钱 有的人可能说一二百块钱不少了 那一个月有五六千了 问题是大家知道吗 出租车司机除了每天一定要花的油钱之外 有一笔钱他们是逃不掉的 我们叫分子钱 什么叫分子钱 只要你是被别人雇佣的出租车司机 这个车不是你的 尤其是这个牌照不是你的情况下 你必须按天向你的出租车公司交分子钱 因为车和牌照是人家的 每天二三百块钱之多呀 所以原来我们就说 很多出租车司机为什么 开车在路上横冲直创的 非常着急 人家真着急呀 一早上起来我就欠二百多块钱 今天我先跑二三百块钱 这是给公司跑的 三百以后才是给我跑的呀 而现在一天跑下来 就挣一二百块钱 分子钱都不够交啊 交了分子钱之外 还得自己掏钱交油钱啊 根本就没有收入 相比餐饮业 出租车行业恐怕更悲催 餐饮业咱们这么讲吧 最大头的支出那就是房租 现在有很多房东老板 想用国家号召 已经给各个企业降房租了 而整个二月份 有的餐馆不开门啊 用工减少 你可以跟员工商量减点薪啊 或者干脆有的餐馆宣布 我就已经裁员了 出租车司机可不是这样啊 哪一天你都得交分子钱啊 所以今天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协会啊 已经发起倡议了 要求出租车公司给司机们将分子钱 至少也要给人减免一半的分子钱 咱们这么讲吧 长久以来出租车界分子钱这个规则 就遭到很多人的诟病 我们说凭什么 在一个城市 你买一辆出租车同类车型 可能八九万 顶天十万就够了 然而人家一个出租车排这 能卖四五十万之多 很多出租车公司 比如说什么也不用干啊 甚至你一些基本的维护都不用搞好 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来开这个出租车 每天你就像开了金矿一样 天天是日进抖金啊 而出租车司机呢 貌似每天一个车能收个五六百七八百 但是大部分钱那是交给出租车公司了 自己实际上每个月能落个三四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就相当不容易了 好吧 平时我们理解 毕竟人家出租车公司有产权啊 那个牌照是人家的 但是到了疫情来的时候 到了整个行业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虽然说各个城市相对管得松一点了 很多出租车司机复工了 但是复工之后他们发现更惨了 为什么 打车的人比以往少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 还是那么多车 狼多肉少 那自然是每个车都分不到多少活 甚至有的出租车司机说 他们为了减少损失干脆就直接到火车站机场趴活 有的时候一趴趴三四个点才能迎来那么一单 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情况下 我们真是得建议出租车公司们 反正平时你们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了 真是想想办法 多给司机们减一点分子钱吧 因为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一线劳动者呀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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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